在深入探讨外蒙古独立这一历史事件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外部势力的干预与操控 1945年 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之际 苏美英三国在亚尔塔会议上 达成了一项关于外蒙问题的协议 苏联承诺支持外蒙独立 作为交换条件 美国则表态支持苏联对日出兵 随后在同年的10月 外蒙古地区举行了投票表决 结果显示 有高达97%的选票倾向于独立 由此外蒙古彻底脱离了中国的统治 作为曾经大清领土的一部分 外蒙古独立这一地缘变动 实际上是由俄国精心策划与操纵 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显然是以俄国自身的利益为目的 在这一过程中 俄国展现出了其在地缘政治领域的 深厚造诣和高度智慧 他们不仅考虑了地理因素 还充分考虑了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要素 通过一系列的外交斡旋 军事施压和内部策反等手段 俄国成功推动了外蒙古的独立 并在其独立后继续施加影响 以确保其能够成为俄国 在远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之点 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俄国人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老恋和独浪 即便是在一百年后的今天 仍然不得不佩服俄国人在这一事件中所展现出的高超智慧 长久以来 对于外蒙古的领土范围 人们普遍存在着一种误解 即将外蒙古与整个蒙古高原划上等号 然而 在地理学的严谨视角下 我们不难发现蒙古高原的实际范围远超这一简单的界定 从详尽的地理结构示意图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 这片广袤的高原自东向西 延伸自大兴安岭直至阿尔泰山 而在其北部 它以萨燕岭和亚布洛诺夫山脉为界 向南则直至阴山和阉山一线 若以当今的国际政治边界为参照 这片辽阔的蒙古高原 显然为中蒙俄三国所共同拥有 但在成吉斯汉统一蒙古各部 建立蒙古帝国的辉煌时代 这片东亚大陆的高地 却是完完全全属于蒙古民族的游牧草场 游牧民族在这片土地上自由驰骋 无论是长城以南的汉族农耕区域 还是西伯利亚的广阔荒原 都曾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在近代文明尚未渗透到这片古老的土地之前 南北两侧的低地 无论是中原的汉族政权 还是西伯利亚的土著部落 都难以对蒙古高原形成有效的威胁 蒙古高原 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成为了游牧民族的天然庇护所 也为他们提供了无尽的生存空间和战略动身 而北部的西伯利亚地区 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 形成了一片寒冷而荒芜的土地 这里的严寒气候 使得这片区域并不具备于蒙古高原相抗衡的人口基础 因此在历史的舞台上 其影响力相对有限 无需过多赘述 而在南部 农耕民族虽然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农业生产力 但受限于自身的属性和地理环境 始终无法有效地向北拓展 尽管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 汉人能够取得一时的军事胜利 但这种胜利往往只是暂时性地 无法从根源上同化这片 由游牧民族主导的广袤区域 然而 历史的演变总是充满了意外和变数 在东北 一个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渝猎民族 以其强大的军事力量 逐渐展露头角 在入关之前 满族先行统一了蒙古诸部 展现出了其强大的整合能力和战略眼光 随后 他们又用强有力的手腕 将游牧、渝猎和农耕三个板块整合在一起 如果历史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 相信漠南与漠北地区 最终也会像东北一样 逐渐融入大一统版图 然而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不确定性 17世纪早期 在亚欧大陆西端崛起的俄罗斯帝国 开始走上了大规模的扩张道路 在随后200多年的时间里 俄国人翻过了乌拉尔山脉 到达了西太平洋沿岸 俄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诞生 实际上只有1000多年的历史 回溯至公元9世纪之前 东欧平原上散落着众多斯拉夫人的部落 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繁衍生息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和习俗 然而 随着历史的演进 这些部落之间的关系逐渐紧密 最终在公元9世纪 以基辅为中心 这些部落联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大公国 及我们熟知的基辅罗斯 这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形态 基辅罗斯的疆域最初并不大 南起基辅 北至拉多加湖 西起普斯科府 东到穆罗姆 是一个典型的东欧内陆小国 至公元15世纪末 莫斯科公国逐渐崭露头角 经过一系列的战争 莫斯科公国成功地统一了俄罗斯各地 形成了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统一中央集权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 伊凡四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于1547年自称俄国沙皇 并将国民由莫斯科公国改为沙皇俄罗斯 从而奠定了俄罗斯帝国的基石 从16世纪中叶的第一代沙皇开始 到20世纪初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俄罗斯帝国不断地向外扩张领土 即将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阔 当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张 直至整个西伯利亚被其掌控 他们自然而然将目光投向更为温暖 资源更为丰富的南方 然而此时横跟在他们面前的第一道天然屏障 便是广袤而复杂的蒙古高原 为了深入理解 我们必须先对地缘结构进行详细的分析 西伯利亚这片广袤的土地 自西向东被细致地划分为西西伯利亚平原 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三个主要部分 其中中西伯利亚高原和东西伯利亚山地 以其高峻的地势 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抵消蒙古高原的地理优势 然而 西西伯利亚平原作为连接俄国与蒙古高原的直接通道 不得不直面蒙古高原的俯冲攻击 因此 对于俄国人而言 西南方向一直是他们经营的重点 也是他们向南方扩张的必经之路 在早期 面对大清国的军事压力 沙俄无法轻易向南扩张 然而 在进入十九世纪之后 情况发生了逆转 随着沙俄国力的不断增强 以及大清国的逐渐衰落 俄国人开始重新评估他们的扩张计划 按照他们最初的设想 是要将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 统统纳入所谓的黄俄罗斯计划之中 然而 在大清的军事抵抗之下 这一计划未能成功 面对挫折 俄国人并未气馁 而是开始寻求其他的扩张途径 他们退而求其次 开始谋求蒙古高原的独立 这一策略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大清国的势力 还可以为俄国人进一步向南扩张 创造有利条件 191年12月 外蒙古脱离清朝建立大蒙古国 俄国人清楚地意识到 如果放任这块战略缓冲地带 在未来的某一时刻重新倾向南方 将给本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 因此 俄国不能坐视其附庸国 占据整个蒙古高原 为了巩固其地缘利益 俄国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的地缘政治布局 在东南方向 他们巧妙地利用亚布洛诺夫山脉 作为一道天然屏障 并且向南延伸了一部分 以此形成一道额外的缓冲区 这样的布局为俄国提供了更多的战略纵深 而在正南方向 俄国人更是采取了果断的措施 他们将蒙古人视为圣湖的贝加尔湖 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这一举措 不仅是对蒙古人宗教信仰的严重挑战 更是对蒙古高原南部地区控制权的全面接管 贝加尔湖作为蒙古高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其丰富的水资源和独特的生态环境 为俄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战略价值 而在西南方向 俄国人同样没有放过任何一个 可以巩固其地缘利益的机会 他们将界限从萨燕岭推进至唐鲁乌拉山 使得分水岭完全归属于俄国 这一变化不仅使俄国人能够更加直接地控制蒙古高原上的水源 还为他们在蒙古高原上建立起了又一道坚固的防线 通过这一系列的精心布局 俄国人成功地在外蒙古与自己之间建立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然而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满足 相反 他们意识到要想谋求更大的利益 就必须进一步拓展自己在蒙古高原南部的势力范围 于是 与外蒙古同种同源的内蒙古 便进入了俄国人的视线 内蒙古作为蒙古高原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地理位置和战略价值不言而喻 俄国人深知 如果能够成功地将内蒙古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将能够进一步巩固自己在蒙古高原上的地位 并为自己在未来的地缘政治斗争中赢得更多的筹码 自古以来 蒙古高原便以其独特的地理形态 分为漠南和漠北两大区域 两者之间由广袤无垠的大漠所分割 在游牧民族盛行的历史长河中 漠南和漠北在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等方面 虽然各有特色 但并无本质性的差异 然而 进入近代之后 中原地区的农耕民族 开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东北和内蒙地区 这一人口迁移现象 在东北地区被称为闯关东 而在内蒙地区则被称为走西口 这一人口迁移 对蒙古高原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 随着农耕民族的大量涌入 中原王朝对内蒙的控制力得到了增强 相较于外蒙地区 内蒙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 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使得中原政权对内蒙的掌控更为稳固 其次 这一人口迁移也加剧了蒙古高原南北两部分之间的差异 随着农耕文化的渗透 内蒙地区的游牧文化逐渐淡化 而墨北地区则依然保持着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 最终 这一历史进程使得蒙古高原的南部区域永远留在了中华版图之内